水果是大家非常喜爱,基本天天都多少有在吃的一种食物,可是世界上水果千万万,哪些水果是最有益于我们人体健康的呢?今天就来为大家十大长寿水果排行榜。 第十名,紫葡萄。紫葡萄,其类黄酮等物质对心脏提供三重保护,种子可提炼预防心脑血管病变的保健药元素。 果皮可提炼优质食用色素,果肉可榨汁生产优质葡萄汁或酿制成优质葡萄酒,残渣可生产优质有机肥料。 综合利用,高益缓解低血糖症状,葡萄中的糖主要是葡萄糖,能很快地被人体吸收。 二,葡萄能比阿斯匹林更好的阻止血栓形成,并且能降低人体血清胆固醇水平,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,对预防心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。 三,抗衰老,葡萄中含的肋黄酮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,可抗衰老,并可清除体内自由基。 第九名,葡萄柚,葡萄柚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,是及预防疾病及保健于美容于一身的葡萄柚果。 葡萄柚中含有钾,却不含纳,而且还含有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天然果胶。 宝贵的天然维生素P和丰富的维生素C以及可溶性纤维素。 以治疗高血压及肾脏病稀有是少有的富含钾,而几乎不含纳的水果。 是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肾脏病患者的最佳食疗水果。 二、预防心脏病稀有含有丰富的果胶成分,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,减轻动血管壁的损伤。 维护血管功能,预防心脏病。 第八名,月菊月菊花果汁里含大量多酚,类黄酮物质,它有很强的抗氧化,抗病毒作用。 经常喝月菊汁对慢性乙肝有明显改善作用。 慢月菊中所含的抗氧化剂比任何水果和蔬菜都多,其中的花青素对心脏病和癌症的治疗很有帮助。 还可以防止大肠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导致尿道炎。 一、增加毛细血管的柔韧性,可以纯净,促进血管膨胀和伸缩性,防止血管破裂。 二、提供抗氧化剂能消除使血管硬化的自由基,预防动脉硬化。 因此,月菊被称誉为循环系统里的毛细血管的修理工。 三月菊既能强化眼睛里的毛细血管,当然也能强化身体其他器官组织里的毛细血管,达到预防各部器官血管病变。 第七名 甜瓜 甜瓜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盐酸、钙、磷、铁等营养素。 还含有可以将不溶性蛋白质转变成可溶性蛋白质的转化酶,是补充维生素的理想食品。 一清,暑热解凡渴。 甜瓜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,即柠檬酸、胡萝卜素和维生素B3等,且水分充沛,可消暑清热、生筋解渴、除烦等。 二,帮助肾脏病人吸收营养。 甜瓜中含有转化酶,可以将不溶性蛋白质转变成可溶性蛋白质,能帮助肾脏病人吸收营养。 对肾病患者有益。 第六名 蓝莓蓝莓果实中除了常规的糖酸和维生素C外,富含维生素E维生素。 维生素B超氧化物其化酶、雄果肝、蛋白质、花青肝、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钾、铁心钙等矿物质元素。 维生素都高于其他水果,微量元素也很高,属高氨基酸、高铜、高铅、高铁的果品。 一,保护眼睛。 增强视力蓝莓中的花青素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子质的再生成加速,视子质谱再生的能力,可预防重度近视及视网膜剥离,并可增进视力。 二,增强自身免疫力蓝莓浆果,可以增强对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力。 蓝莓浆果也是一种高纤维食品,含有相当多的钾,钾能帮助维持体内的液体平衡。 正常的血压及心脏功能。 第五名,樱桃樱桃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,因为它具有非凡的营养价值。 樱桃含铁量较高,比苹果高20-30倍,樱桃中同样含有褪黑色素丰富的蛋白质,维生素BC还有钾,钙,磷,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,低热量,高纤维,维生素B比葡萄高4倍。 维生素C的含量更高一补血,樱桃含铁量高,位于各种水果之首。 常识樱桃可补充体内对铁元素量的需求,促进血红蛋白再生,既可防治缺铁性贫血,又可增强体质,健脑抑制。 2. 防治麻疹麻疹流行时,给小儿饮用樱桃汁能够预防感染,樱桃盒则具有发汗,透枕,解毒的作用。 3. 驱风盛失沙虫,樱桃性温热,兼具补中益气之功能。 3. 驱风除湿,对风湿,腰腿疼痛有良效。 4. 樱桃树根还具有很强的驱虫,杀虫作用,可驱杀回虫,蠕虫,掏虫,掏虫等。 4. 黑莓黑莓,也称鹿莓,其果实营养丰富,富含人体所必须的各类氨基酸和微量元素,具有促进血液凝固作用,延缓衰老,提高免疫力。 4. 促进脑带泻,降压,降血脂和抗心率失常等功能。 5. 同时,黑莓花还是一种很好的蜜原植物。 1. 抗癌黑莓含有大量的花青素,这是一种有着很不错的抗氧化作用的物质,这是一种有很好的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一种物质,同时也可以治疗皮肤癌和肺癌。 2. 护眼,黑莓含有一些叫叶黄素的物质,这是一种可以预防止眼睛视网膜斑点形成的一种物质,这是一种可以预防紫外线的物质,这样眼睛就受到了保护。 3. 撞骨,因为黑莓含有猛这种向量元素,这是对人体骨骼的生长是很重要的。 4. 提高人体的抵抗力,黑莓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可以保护人体的心血管的健康,同时也可以降血压,同时也可以补充铁质,可以减少贫血的几率。 4. 第三名,香蕉,香蕉的含水量较高,约70%,且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,蛋白质,膳食纤维,磷,钾,维生素和维生素C1,补充能量。 5. 运动员喜欢在上场前吃香蕉,这有助于临场表现。 6. 从营养的角度来分析,香蕉的糖分可迅速转化为葡萄糖,立刻被人体吸收。 6. 是一种快速的能量来源。 7. 保护胃粘膜,香蕉能缓和胃酸的刺激,保护胃粘膜。 3. 降血压,钾对人体的难具有抑制作用,多吃香蕉,可降低血压,预防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。 研究显示,每天吃两条香蕉,可有效降低10%血压。 4. 润肠道,香蕉内含丰富的可溶性纤维,也就是果胶,可帮助消化。 调整肠胃机能,第二名,性鲜性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。 甲,维生素,维生素皮柠檬酸,番茄丁等十几种营养成分,果肉含糖,蛋白质,钙,磷,胡萝卜素,硫暗素,和黄素,尼克酸,即维生素C1,预防心脏病。 未属果实中含泪黄酸较多,对黄酸有预防心脏病和减少心肌梗死的作用。 2. 抗癌,性人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7,维生素B17又是极有效的抗癌物质,并且只对癌细胞有杀灭作用,对正常健康的细胞无任何毒害。 3. 止咳平喘,苦性人能止咳平喘,润肠通便,可以治疗肺病,咳嗽等疾病。 第一名,沙吉沙吉因其营养丰富,早已封离俄罗斯、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印度等国家。 日本人称沙吉为长寿果,俄罗斯称赞沙吉为第二人参,美国把沙吉誉为生命能源,印度把沙吉叫做神果。 早在1300年前,唐代藏衣剧主四部一点中就有30章60余处记载了沙吉的药用价值。 在1977年,沙吉被列入要点。 成为公认的药食两用植物品种,2008年4月,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沙吉协会上,专家公布沙吉中含有428种营养成分,19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。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,沙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黄酮,有VC之网,黄酮之网,维生素宝库的尊称,被誉为人类21世纪最具发展前途的营养,保健及医药植物。 70多岁的奶奶最近晚上睡觉时总是腿部抽筋,一个月的时间抽筋四五次,老年人腿抽筋,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缺钙了。 因为奶奶本身有高血压,高血脂的问题,不愿意用炖大骨头的方式补钙,家里给买了钙片,钙粉来补充营养,但作用不大,晚上仍然会有抽筋的问题。 爸爸有时会半夜过去给掰脚趾头缓解抽筋,老年人有一点不舒服都是大问题。 奶奶赶紧去医院做了检查,医生告诉家里奶奶并不是缺钙,而是缺钙了。 医生告诉我们,老年人缺钙会出现抽筋,身体乏力,食欲不振,心跳减弱,头晕眼花,手足麻木等症状。 甲是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,具有维持神经肌肉的应激性和正常功能,维持心肌功能,维持细胞内外酸碱平衡和离子平衡和渗透压,降低血压等作用。 新鲜,新鲜的水果,蔬菜,豆类,坚果中都含有丰富的甲元素,正常人可以通过日常食物的摄入满足人体甲元素的需求。 甲的良好来源包括红肉,鸡肉,鲑鱼,雪鱼,沙丁鱼,大豆制品和一些种类的水果。 以下小时将为您介绍富含甲的水果有哪些? 为了健康着想,请把它们加入日常饮食中吧。 1.葡萄干 100克的葡萄干可提供每日假摄取量的21%,但要注意的是,葡萄干的含糖量较高,因此控制每天所吃下的量是必要的。 葡萄干也对下列症状有改善作用,缓解便秘,治疗贫穴,调节动脉的血管张力,降低血压。 2.红枣 100克的红枣约可提供每日假摄取量的21%,然而,红枣含糖量丰富,不建议糖尿病患者食用,一般人也应尽量控制在一天三颗以内。 除了假之外,红枣也富含维生素B5,它不仅能促进激素分泌,还能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能量。 帮助瘦身 3.无花果 100克的无花果能提供每日假摄取量的19% 4.烙梨 烙梨富含钾,并以其含有的健康脂肪和美容益处而闻名。 100克的烙梨可提供每日假摄取量的14% 5.刺果蕃梨汁 100克的刺果蕃梨汁可提供每日假摄取量的12% 此外,它还含有大量的纤维 维生素C,抗氧化剂和矿物质 经常食用可帮助,增强免疫力,提升心血管健康,控制糖尿病,预防癌症,改善牙龈发炎或感染。 6.香蕉 香蕉是富含钾的水果之一 100克香蕉含钾量约为330毫克,占每日推荐摄取量的10% 7.百香果 百香果又名鸡蛋果 100克的鸡蛋果可提供每日假推荐摄取量的10% 10.同时,您也可以摄取到其他人体必须的营养素,包括维生素,维生素B2,维生素C,磷,钙和纤维。 8.猕猴桃 猕猴桃除了富含钾以外,它们也含有大量的纤维和维生素C,经常食用可提升免疫力,并帮助保护消化系统。 9.钾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,钾有助于提高代谢,维持电解质平衡,也能调节酸碱平衡度,夏天气温炎热,人们容易犯困,没有胃口。 所以,多吃点含钾高的食物,增强食欲,精神饱满一整下。 10.口膜 1.口膜 1.口膜掰掉根部,主要不要把口膜掰碎了,保持完整性。小葱切成葱花,香菜切末。 2.锅里倒入少许油,先把口膜口朝下煎到微微金黄,然后翻过来继续煎。 3.盖上锅盖,小火焖两分钟,把口膜的汁水完全煎出来。 3.煎出汁水之后,加入适量清水,然后用厨房剪刀把口膜剪碎。大火煮开后,加入盐和胡椒粉即可。 4.装碗后,撒葱花香菜,美味继成。 11.紫菜,甘紫菜中粗蛋白含量达30%至50%。 富含膳食纤维,多种维生素,甲元素高达1640毫克,还含藻类特有的藻胆蛋白,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推荐食谱,紫菜蛋花汤。 1.碗中,打入鸡蛋充分打散,然后滴入白醋去腥。 2.锅中烧水,待水开后放入紫菜煮沸,然后淋入鸡蛋液,再放点虾皮。 3.加点盐,胡椒粉,香油搅拌均匀即可出锅。 12.大豆,大豆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卵磷汁,甲含量也比较丰富。 每100克黄豆含甲量高达1503毫克。 大豆以及大豆食品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。 推荐食谱,酸辣豆花,主要食材,西红柿,内置豆腐,小麻花,葱花。 1.首先咱们准备一盒内置豆腐。 打开之后,用勺子把豆腐挖到碗里面。 那只豆腐口感细嫩,营养也丰富,每周可以多吃几次。 接着我们用勺子把豆腐倒得碎一些备用。 2.准备两个西红柿烫一下,把外皮去掉。 把西红柿去掉根部,然后先切成小块,再切成小丁。 最后我们再把西红柿剁得更细一些,这样汤味更浓。 剁好之后装碗备用。 3.锅里倒入食用油,然后倒入西红柿大火翻炒。 把汁水炒出来,加一勺盐增加底味。 继续翻炒,用铲子压一压,把西红柿压得更加碎一些。 这样煮出的汤,味道浓,而且颜色很漂亮。 4.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,大火煮开。 煮开后,倒入那支豆腐搅拌一下。 然后加入二勺盐,适量胡椒粉,一点鸡汁,搅拌均匀后,大火煮开即可。 5.煮开之后,加上一点小麻花,再倒入适量水淀粉,搅拌一下。 把汤煮至微微粘稠,就可以关火了。 13.莲子。莲子是个好东西。 夏天吃莲子有养心的作用,还能清热降火。 莲子的甲含量也很丰富。 100克有846毫克。 推荐食谱,珠心莲子汤。 主要食材,珠心,莲子,桂圆,红枣。 1.新鲜的珠心先对半切开,然后用清水把里面的血水清洗干净。 多洗几次,因为珠心里面的淤血比较多。 洗净后的珠心,切成薄片备用。 2.桂圆和莲子用清水浸泡一下,然后将莲子里面的芯去掉。 也可以直接购买去新的莲子,红枣洗净去掉枣盒。 3.切好的珠心冷水下锅,加入适量料酒。 大火煮开焯水,焯到珠心变色就可以捞出了。 然后清水再冲洗干净。 4.将所有食材放入炖中里面,隔水炖上一个小时。 出锅后,加入适量的精盐调味即可。 14.花生。 花生香味浓郁,烹饪方式多样。 花生富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容易被人体吸收。 甲含量也很高,每100克为587毫克。 推荐食谱,油炸花生米。 主要食材,花生米,油,盐,白酒。 1.很多人花生买回来,直接下锅油炸。 我建议大家,先不要着急炒。 因为买回来的花生表面,多少都是沾有灰尘的。 所以先用清水冲洗一下,是比较好的。 另外,花生清洗后,表面会湿润。 在油炸的时候,万一油温过高,花生也不至于粒即糊。 2.清洗干净的花生,用厨房纸巾,或者干净的布,擦干水分。 3.接着就可以开始炒了。 冷锅凉油,倒入花生米,小火翻炒。 这个是关键之一,如果热油下锅,会使花生米急剧受热。 容易导致外焦内生。 4.炒花生米时,不要随意翻动,要采用画圈的方式。 这样的目的是让每一颗花生,都能受热均匀。 随着油温升高,花生米开始会有噼里啪啦的声响。 5.当琵琶声音渐渐没有之后,沿着锅边淋入少许白酒,翻炒几下即可出锅。 这一步是花生酥脆不回潮的关键。 6.花生米盛出来,然后趁热撒上食盐,自然冷却后就可以享用了。 嘎嘣脆,吃着非常的香。 吃完的花生放入保鲜袋密封即可。 15.菠菜。 菠菜别看便宜,但是一直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呼。 除了铁含量高之外,甲含量也高。 100克菠菜里面含甲497毫克。 推荐食谱,蔬菜蛋卷。 主要食材,鸡蛋,菠菜,胡萝卜。 1.胡萝卜洗净去皮切成薄片。 然后上锅蒸熟,切的薄一些,蒸的比较快一些。 蒸熟以后趁热把胡萝卜倒成泥。 2.准备一把菠菜。 洗净后焯水。 这样可以去除菠菜中的草酸。 焯水后将菠菜剁成碎末。 越细越好。 3.碗里打入三个鸡蛋。 加入一小勺盐。 搅拌均匀。 接着在平底锅里刷上一层油。 油热后舀两勺鸡蛋液。 快速转动锅。 摊成一个鸡蛋饼。 将胡萝卜泥均匀地涂抹在鸡蛋饼上。 然后再把菠菜碎铺在胡萝卜上面。 用勺子压得紧实一些。 然后从一头慢慢地将鸡蛋饼卷起来。 卷好后切成小块装盘。 5.碗里加入一勺生抽。 一勺蚝油。 一勺白糖搅拌均匀。 平底锅里倒油。 然后放入蒜末炒香。 接着倒入料汁翻炒均匀。 最后淋入水淀粉炒至粘稠就可以出锅了。 6.炒好的酱汁直接淋在蔬菜卷上就可以上桌了。 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补充假的食物。 不要过于节约。 节省。 平日中要多吃水果。 蔬菜。 保证营养平衡。 才会更加健康。 长寿。 2. 1. 2. 1.